苗栗縣議員曾美露開設了雲樓 晚間七點多遭遇搶匪 當時有一名大約三十歲 長相斯文戴眼鏡的男子進到店裡頭 不斷表示自己要看女款跟男款的戒指 曾美露不宜有他 把各種款式的戒指都放到檯面上來 沒想到男子趁他結帳的時候 將多達六十三個 初步估計大約是只有兩多的金 是整盤端走 警方獲報之後 目前正在採集指紋 釐清搶匪身份中 銀樓外圍起黃色封鎖線 監視科警員戴起塑膠手套 左手拿手電筒 右手拿相機 仔細記錄 採集指紋 不放過任何角落 因為這間銀樓開業36年以來 頭一遭遇到搶匪 我在算錢的時候 他就把一盤就 整盤就端走走了 走了以後就衝得很快到外面去了 剛好外面有一台白色車子 就把它接印走 事發在29號晚上七點多 苗栗仙公館巷鬧區大同路上的營樓 老闆娘正是苗栗仙議員 曾美璐 他回憶當時一名掌上斯文 戴眼鏡的男子說要買價值 約一萬元的戒指給媽媽 又加碼要挑對戒給父母 借機要求看各種金飾 曾美璐不異有他全擺在檯面上 任君挑選 男子卻突然將多達63個粗估 酒量多的金飾整盤端走 跳上外頭白色BMW沿台六線往北逃逸 他說帥哥你車牌掉了 然後他又回你嗎 有啊他說我知道他是他朋友的車 外頭接引的白色BMW車牌 才在案發簽約一小時失誡 不排除搶匪疫情人先計劃偷車牌 再到營樓刑牆 警方釣越監視器 觸步研判搶廢至少有兩名 目前正對嫌犯觸摸過的櫃台玻璃門 採集指紋要釐清營樓大道的真實身份 記者林明晶翁金福苗栗報導